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消息 世界杯2026年将在中国举行 没有 准备申办 准备申办 谁说将在 我们中国人要干的事儿 那当然实在必得了 那还有说吗 韦迪2026年 还有16年 最近不有人聊吗 问那个韦迪吗 韦迪据说参观了这个南非世界杯之后回来大受感悟 我们一定要办世界杯 说这玩意太好了 然后呢 但是人家说呢 说这个中国足球你配吗 你配事也配 然后韦迪他看咱们足协的领导人说了一句这样 质地有声的话 如果说16年后中国足球还没有大的变化的话 我们全都是废物了 预言的好 预读恶公罪 不过 我听说南非的排名跟咱们那个国足差不多前后 全世界 但他占一个便宜就是说他是非洲从来没办过 另外他当年申报的时候 他那个曼德拉去得到很大的同情分 曼德拉去以后都得到很大的同情分 拉票 那么这次呢 当然我们也多了一个理由 因为南非世界杯最成功的就是乌乌珠兰 乌乌珠兰是中国生产的嘛 对 所以他们 而且呢 据说世界上有很多记者啊 这次待遇不好嘛 你知道这个世界杯办的 我举一个小例子 开幕式 韦迪是被堵车在公路上 哦 被堵在公路上 整个开幕式都没看到 派去 大部分球赛都是在旅馆看的 看电视 还没 还没高清的 还没我们看的清楚 咱们这堵车比他们差 咱们这 全体都被堵在外边 不过到时候还是这个单眼皮 双眼皮嘛 还是单眼皮 双眼皮 什么意思 不是 我是以为你说办的不好 是饭菜不好 那咱们这头一封 咱们肯定饭菜好 这句话没讲完 说是国际上有记者指出 因为奥运会待遇很好 所以他们建议将来是那个奥林匹克跟世界杯永久在中国办 有这样的建议 有这样的建议 但是 龙虾伺候 你刚才讲的这个 确实他这个南非世界杯 但是我们台 有人现场去看 就发现 你想世界杯要有一天在中国举行 这开幕式 张艺谋那时候多大岁数了 还能整进 但是人家说 真跟中国弄的不一样 他们在现场看的人 那就是个自由散漫 但是我们台的那个人 有个很深的感觉 人家放松而快乐 好像也不是准备花了多少钱 要挣个什么大面子 人家就是这样 就是一里哇啦的 对吧 就这么个人民群众散散漫漫的快乐一下 一个party 就 哎 这也是一种世界杯的 他的观众才三百多万 就当然已经算历史上很高的一个记录 而且调查出来 统计出来的 因为收视率很关键 收视率签得到转播费嘛 嗯 结果这次统计出来 收视率最高的是中国 如果没进去 收视率最高的是中国 最高的 徐老师讲 就是西班牙对德国那场 不不不 德国跟阿根廷 德国阿根廷 德国阿根廷 哎 我要说 那是我看的 生平看的第一场足球世界杯 德阿呀 对 我以前不看的足球 我是看网球的多年 但是被国人感染 连我八十岁的母亲都半夜起来看呢 我觉得我试试看吧 结果第一场 哎 我觉得真是挺好看 我以后可能就要看 中国这次的世界杯热潮呢 还加了一个新的因素 就是网络 还有微博 嗯 这真的是变成一个跟我们不相关的全民狂欢 这一个月里边污染也忘了 美景爆炸也忘了 洪水也死掉多少人 这根本主旋律就是世界杯了 我跟你说 这个玩意儿 中宣部开 这个每年都办吧 没错 你弄这个东西啊 还真的是就是国际政治都转移注意力 对 当时正在开那个独耳国峰会 对对对 独耳国峰会 那的元首啊 你知道吗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润滑油啊 咱俩有什么矛盾 哎 昨天你们的队怎么怎么样 我们的队怎么咱这合约签了算了 对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咱们要申办这足球的世界杯的 我的开始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太虽然我不是足球迷 但是我也知道咱们国家足球晒太不行了 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只有几有几种可能 一种是真的咱们这么好面子一个民族 非得要主办一个我们最不我们的一个弱项 那怎么回事是丢脸丢到是 最弱项我们都能主办 这说明我们的国际地位高 不过讲现 我说的就是啊 就是这是其中一种 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就是真是超越这种输赢的小家子气的心理了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大国 我们哪怕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能办好把这办的好看 对 而且再加上呢 我觉得要是真的打实际的算法的话 如果这个半世界杯是赚的 基本上 因为据说大多数是赚的 咱们来看 那咱们就值得 这这这这 大家必须通过数字来了解 2010世界杯给南非的GDP带来了0.4个增长点 那这比赛的时候 南非还老说亏 说什么国际族联抢了他 抢了他们的那个那个资源 大部分钱去了国际族联 对 1998年法国世界杯 法国GDP是一年内增长4% 韩日世界杯呢 韩国直接收益高达40亿美元 为GDP贡献了0.74% 德国世界杯呢 德国是47亿美元 GDP增长0.2% 咱看北京奥运啊 北京奥运总投入公开的讲是3000亿人民币 收益呢 奥组委直接的收入是213.63亿元 这些你看包括电视转播权 就是将近9亿美元 合作伙伴计划2.86亿美元 门票收入1.4亿美元 就说这玩意看来是不是真能赚钱呢 南非这次赚的不多 而且呢他接下来南非那些球场啊 维护都是很大问题 那些小城市啊 根本没没俱乐部进去踢球 但中国不愁 中国人口多啊 你看人家奥运会以后都有一个萧条期 你到每个城市参观奥运会前场馆 都是非常冷清要很多钱 中国你看水利方啊 鸟巢啊热火的 每个人进去花一百开里面 换一下这个钱就很多了 我听说这个南非呢 他也有本地人在那争论是值是不值 也有一些讨论涉及到 比如说你在哪个区修这个新的足球场 比如穷人区有的就抱怨 说的怎么不修在我们这儿 我们这个穷人孩子就没地儿踢足球 这其实是一个可以造福于以后 普及这个足球运动的一个问题 中国肯定有好处 除了你们讲全民狂欢转移势力 而且我们走向世界的理想再次实现 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以外 中国会有两个实际的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不用熬夜了 中国的小学中学的足球场是非常少的 借了这个动力 如果全国能够真的概表 一千个两千个学校级的足球场 供得无量 中国的注册的足球运动员才两千 真是德国的新工作者注册有四五万 你怎么能这么比较 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但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中国队终于有保障再一次进世界杯了 我跟你讲 他要犯 没机会 主办就能进 自动进 自动进 而且呢 也给了中国一个压力或者说是动力 当然不指望你打进决赛了 对吧 但是你总得有点起色不是 也得随败优 像韩国一样打进前四名 他就全国狂欢 我跟你讲 中国的事儿 有时候你还真是说 领导说一句 要把足球搞上去 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 我跟你讲啊 那就是前两天我跟一个官员吃饭 这官员啊 你说他就他就说啊 他跟他的上级也是闲聊聊的看世界杯嘛 闲聊 他在他说书记 我我现言就要把足球搞上去 我我他说我跟领导提了三点建议 搞上去提了三点建议 他说关键一条就是党管足球 他说举国体制 党管足球 然后呢 就是说你这个俱乐部该怎么玩 你们还怎么玩 跟你没关系 但是呢 有一个全举国体制的这种足球 这家伙 支不建在门房 门将上 你不是 你你你还别说 我不觉得他这个完全是玩笑 我觉得有点靠谱 为什么你看那个金牌国家 以前奥运会 就他那个东德原来就特强 就是国家半忙 结果一一一变不行了 东德不太行了 苏联也是吧 一下分裂成了以后 他这各国的金牌 他不能凑一块了 至少他这就弱了 中国金牌的一 但是呢 你不知道中国队 要是跟巴西队冠亚军决赛 咱们该给谁加油呢 为什么 当然给中国 为什么要给巴西队呢 你对足球不热爱 所以你一看就 你再说下去 就只看了两张球 徐老师有点歧视 徐老师有点歧视 枪枪三言行 狗学后见